因為它整個就噴到口腔裡面 更強烈一點 它後勁很強 這些罐頭在我們台灣來講 就比較少能夠買得到 對 比較稀有一點 但是你已經進口了 對 所以在我們店就可以吃得到 我跟你講你聰明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罐頭保留期限通常都比較長 對 所以不怕壓迫 被發現 那我們今天來介紹幾個特別的東西 檸檬棗鹽 牡蠣罐頭 廣島 我們從九州往廣島走了 廣島牡蠣有名的 對 廣島的牡蠣 那請問一下 這個是你家的 對 我們自己家 加減蔥絲 蔥絲 對 就是冰箱都可以隨處可得 它那邊一道菜 對 完全就是一道料理 剛剛桌上感覺是自己做的 沒有 有 我要開始壯陽 等一下吃到客氣 請用 這算比較重口味 它比較重口味 然後檸檬棗鹽的味道也很香 這樣一定很大就好 對 而且 太貧窮 它沒有腥味 這很重要 對 像很多人看到這個就 它一定很腥味 其實沒有 沒錯 好吃耶 這個的話我覺得很適合 現代人 這是鰻魚肝 根本就適合我 我一定會每天晚上來一罐 呵呵 這豐富的DHA含在裡面 然後一條鰻魚就一小個肝 所以它這邊結合了 所有的鰻魚的精華在裡面 難怪我看到好多鰻魚 呵呵呵 很會很會 唉唷 那這個應該口味比較重吧 它是比較重 然後還滿適合搭威士忌的 唉唷 推薦 真的 鰻魚醫師 厲害喔 可以試試看 然後它是用薑去做調味的 所以其實冬天吃也很適合 上面那個是一塊 那是薑片 是它裡面 它裡面打開就有了 就沒有外加 其實滿大塊 這好吃 這個的話是我們的烤雞 然後用烤雞罐 然後裡面還有兩顆 小小的鰻醇蛋 它是直接打開裡面就有蛋 這真的是一道料理 對 這就是一道菜 對 特別 然後這家非常厲害 它是封罐之前 好香 有一個碳香味的感覺 有 有點像 燒烤那種 對 然後它這個還有膠 是不是還有膠痕 因為 不好意思喔 只有我身上有蛋 所以這個蛋我吃 它這個膠香味很重 你剛剛聞到味道 很濃郁 嗯 這個很好吃 對 一定要試試看 很好吃喔 其實加點蔥花也很OK 好 太好吃了吧 也非常下酒 這個 這個肉好嫩喔 我跟你講 你們兩個愛吃罐頭要去買這個 真的 這才酷 不管配泡麵啊 配飯 這超配 對 這很適合 這個應該叫北搭了吧 對 而且它是真正的雞肉 所以吃下去之後那種 滿足感 沒錯 滿十足 我剛剛吃那個蛋真的很好吃 它入味非常 如果說我們今天請了一些朋友來 我們就擺了剛剛這所有東西 然後就像它一樣 我們只要做稍微加工一個這個 然後切一點蔥花 然後 法國麵包切幾片 今天晚上就夠了